鋁棒 搅铁 甩棍 空气枪 黑帮武器 白满整桌 另一头则是炸团用来作案的手机及诈骗账款 还有各式各样制毒原料与毒品咖啡包 警政署执行今年首波扫黑打炸企图专案行动 动员全国警力8294人 强力扫荡帮派赖以为生的诈欺毒品犯罪 聚焦打击帮派不法分子 警政署结合高检署 在今年2月13号到24号为期 两个礼拜时间 规划今年首波的一个同步扫黑打炸企图专案行动 那这次专案行动 共查获到黑道帮派 减速制品对象有65案 嫌犯有393人 另外在打炸这一块 也查获到炸期集团156案 656人到案 其中打炸部分 查扣了现金房屋有4300一万元 那总金额查扣7400一万元 那另外在毒品部分也有查获到143处的一个设计的营业场所 以及嫌犯有175人 那扫荡黑道帮派是我们的重点工作 也对他经常活动的处所 2292处来在扫荡 也查获各式的枪支有57把 那不法金流 黑道帮派不法金流达到3754万元 那这一次黑道帮派涉及的毒品以及炸期案件 有红人会、仁堂、红人会、名人会、天道蒙正义会等这些活药的帮派都有涉案 也这一次在警方以及警方的一个扫荡中来查棄扫荡道案 那炸期案件的危害让国人失误痛结 不断的以毒品、炸期、在幕后操作都有这些黑道帮派的影子 所以警政署对打炸部分绝对会惩战 结合检察机关全力对这些黑道帮派以及炸期集团全力打击 包括他们的炸期的机房、水房以及车所集团以及转账的水房 甚至幕后操作的这些对象都是我们要打击检数的目标 警政署长黄明娇表示随着时代与科技演进 帮派犯罪形态多元 同时伴随暴力行为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警政署也将持续打击前藏幕后的黑道帮派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